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凯在巴黎人报上公布了于1月3号星期一开始在学校实施的健康协议的新规定 总体来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有一些调整 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从现在开始 当一个班级出现一个阳性病例时 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进行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 以及在D加2和D加4进行额外的两次自我测试 教育部长打算首先加强学生之间的接触追踪 他解释说当一个孩子被发现为阳性时 班上的所有其他学生现在必须接受核酸检测或者是抗原检测 只有在出示阴性结果时才能够返回学校 此外当家庭进行第一次测试时 他们将从药房获得两个免费的自我测试盒 这样学生就可以在D加2和D加4时在家里再次进行测试 家长必须以书面形式证明已经进行了测试 而且测试结果为阴性 让米歇尔布朗凯解释说 这些间隔数天的测试 使我们可以确保第一天检测阴性的学生 不会在过后几天变成阳性 他补充说 目的是让学校在尽可能安全的卫生条件下开放 他向巴黎人报保证 药店有足够的库存 因为已经与卫生部一起下了大量的订单 部长将他的战略总结为 多测试以避免关闭课堂 政府的口号仍然是接种疫苗 特别是为5到11岁的儿童接种 12月15号已经开始为高危儿童接种 让米歇尔布朗凯说 从周一开始 将向学校领导和教师 发送有关疫苗接种程序的信息 教育部长还指出 只有大约20%的小学 配备了二氧化碳过滤器 他遗憾的说 这比中学要多 但还是完全不够 购买这些过滤器 是地方当局的责任 让米歇尔布朗凯坚持说 我再次呼吁市长们 在这一领域加强努力 对教师而言 协议将与学生相同 部长说 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将采用同样的反复测试的方案 因此不会对测试成阴性的人进行隔离 为了补偿感染新冠肺炎的教师的缺勤 让米歇尔布朗凯还宣布 除疾病外的所有其他缺勤原因 如继续教育将会暂停 还将招聘合同制教师和临时教师 因为校园里的互动 必须限制在最大限度内 因此家长会将不得不远程举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